你不可能以后做一辈子模特飘空子这个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时候模特会不做 我们刚才说好了 要是他定了就请我吃饭 要我定了就请他吃饭 刚才收到经纪人的消息说 嗨 今天准备参加一个时尚活动 下午呢再去一个开放性面试 什么是开放性面试呢 就是会有很多很多很多模特都会去面 现在模特的面试越来越多了 就是这个皮肤状态得要一定要讲究好 我是每次一有重要的事情 前几天我就开始湿肤 湿肤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去讲究一下的 我在这湿肤的呢 体量出色补水 像我这两天我就觉得是熬夜嘛 肤色就很不均 用的就是这个HBN他们家的发光水 是体量肤色的 淡化一些黑色素 我发现他家的东西还真的都蛮好用的 又很小众 包括他们家的这个霜 霜A碗霜 就是这种颗粒 最好是其实它是A纯 最好是晚上涂 还可以淡化一下法令纹呀 改善一下皮肤的粗糙 一般晚上用的话第二天起来它就会特别的Q弹 我就是混油皮 这个对我来说就不是很厚重 因为我不喜欢厚重的 混完服以后我就要想一想穿什么了 我现在已经想了一早长了 被人家在纠结 在犹豫是穿这一套呢还是这一套 它的上衣是style nada的 裤子是幼儿的 这个也是一个小吊单 是museum的 裤子都和这个都是在IT那个店里买的 里面的内衣呢一般就是穿乳贴 这样子就看不到 有一个缺点不是很透气 这个内衣是U-Bras他们家的 它就是那种很软糯的 又很丝滑 比较好的是它有一个软软的那种支撑条 穿在这个里面也不会露出来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穿哪一套了 不要再纠结了 哪一套 左边 右边 左边 右边 点冰 点酱 挑冰 挑酱 挑到哪家 算哪家 去你了 嘿 现在我已经到车上了 好热啊 今天是参加的是二个的活动 他们给我系了一双鞋 这个鞋子呢就是 是一个这样子的毛茸茸的凉鞋 等到了以后我再把鞋子换好 就去参加品牌活动了 我找了杜艾童来帮我打工 因为人家那些大博主们都是有小助理的 我是没有小助理的 所以我只能动用我身边的工具人朋友们 哎呀我已经到了 然后现在准备在这儿放鞋子 停在了地下车库 你们看到的那种精致的博主 穿得很漂亮的 其实可能都像我一样这么心酸 好了现在要伪装成一个正儿八经的博主 不能像平常一样那样笑了 现在就开始哭了我要哭哭的 我才装不了呢 看一下我今天的穿搭 这个小青蛙是李宁他们家联名的 我好喜欢啊 像我们走来的就是今天的工具人 哇 哇 今天我是怕打工人 你今天只有打工人 我我得花多少钱能顾得起你 你拿着吧 一会就交给你了 我进去交际下 所以你现在还在开心吗 嗯对 还在开心吗 对还在我还没毕业最后一年了 大四 嗯 没有自己用英文名 到底怎么读 用工作人员来解释一下 阿哥 去英国才知道 嗯 对 对啊 但我们是一个来自美国 他说的不够 哦 可是跟着 我感觉我已经不能呼吸了 我在那边来透口气 实在是里面人太多了 我有点害羞 全都是好多网红博主 如果让我们在那里面表演 一个走秀 或者拍摄 走秀还好 对 我们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社交 社交 对对 我脸都红了 我的天 我妈的雪地鞋是我们初中高中的时候 每个女孩都想梦寐以求的鞋子 然后那天我就求着我妈给她让我妈给我买一双 我妈最后供买了一双我开心了一年 你拍过那个粒吗 没拍过 我还没拍过 一会儿的面试是粒的 我们现在去面试了 走过去要200米的样子 其实老杜今天是不想来面试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经常跑跑面试的 因为有时候还是会有几率在的 虽然面试面不上 那还是得跑 为什么得跑呢 我也不知道 一个信念了 一个信念 就是跟当模特的梦想一样 就很多人当模特都是有超模们的 就我的一个信念 你的信念是什么 就是多跑面试 就是多跑面试 我的信念是多赚钱 我的信念也是多赚钱 你的信念也多 你怎么这么快就偷换我的信念了 你真的 在这里签到呢 没见到她的手艺也有助理 但才00年了 就已经这么厉害了 你觉得当经纪人助理好玩吗 好吧 每天可以这样特别多帅哥 都没有 今天面试怎么样 你觉得 还蛮漂亮的 很多人 有多少个模特 非常多 把整个大空都占满了 然后有的模特在门口 连面试都没进去 然后直接就吭直走 真的 在国外面试更加 我满地铁跑 我从南跑到北 就告诉我 Thank you you can go 但没有按摩 都要跑 这是一个摩托门 在前面 我看到一个电影 I'm in the moon for your love 就是动作幅度大一点的 对对对 我们要做这个动作 让我们现在练习一下 你是这个动作吗 我是这个动作吗 女生也是 我现在也是 看下你 跟你一样的 我这个脚得翘紧 对的 然后 然后再加几个动作幅度 大一点的动作 你们可以 你来吧 嗯 就是这样 他就想要要 脸换 脸换一点 自信一点 然后比如说 你就做一点这个 这种幅度大一点之后 这样 这样 幅度大一点的 就这样 对了 对了 这样 反正他 你做得很好 真的 谢谢 反正让他感觉 你做这个动作 我要 特别的自信 你们特别会 我们俩都要一起穿 哇 你去穿吗 我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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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拍素材 记得最后 你给这个动作 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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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试了两套衣服 你觉得我怎么样 刚才表现的 我觉得还不错 你好 很美 超模水平 真的是超模水平 超模水平 你知道吧 就我们的心态 跟你的心态完全不一样 我当时摆pose 其实我的心态 都很尴尬的气氛 就很紧张 但我看你 我是感觉你的心态 是很平平平稳 很平静的 哇 今天碰到了两个模特 他们都看我视频 所以我觉得应该 我视频里面有不少 正在当模特 或者想当模特的人去看 其实可以把模特 慢慢的当成副业 然后再学学其他的技能 培养一下自己的爱好 如果总是把注意力 全部集中在模特身上 那肯定会有失望呀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模特会不做 好像没有一个期限 就是规定自己 几岁以后就不做了 几岁以后 就去别的行业了 等模特做完之后 就差不多合约什么的 到期之后 就是把你的梦想 追逐完了以后 就开始完成 爸妈的梦想了 对啊 去找一个稳定的收入啊 工作上班 你今天跟我说的是 为了给你老婆安全感 对 肯定啊 因为 因为是男孩啊 你不可能以后 做一辈子模特 飘空子 这个 刚才收到经纪人的消息 说这个工作可能要定了 我们刚才说好了 要是他定了就请我吃饭 要不我定了就请他吃饭 点菜呢 已经提前庆祝了 要是没拍怎么拍啊 什么时候 他明说只是跟我在说价格 还不知道这个能够拍呢 现在有点提前庆祝顺利了 好吧 今晚是不是拍拳了 你行不行吧 I don't live in a dream I don't live in a dream 你行不行 感谢观看